中国父母有个特点 他们是为下一代巨大拼的 他这个所谓的疾苦 实际上是个巨大的设施 其实有些苦 带来不了四号的后 你自己是万物中的一个 你要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生命 大家好 我是梁永恩 最近我看了一个人气挺高的电影 抓完了 我去看以前 对他的期待值并不高 为什么呢 我们中国电影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特别大的一个部落环节 就是喜剧片 很多电影 其实你可以看 它的笑点是有的 但是往往就容易有一种小品风格 就让人啪啪一笑 但是很难达到 我们说喜剧应该有的那种美学品质 我的想法 就是要去看看抓完了 但是后来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我发现这个电影 还是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了 这个片子我就感觉 它里面有一种转动 就是我们的喜剧 它现在开始有一种努力了 可以说是某种方向性的变化 可以触及我们当下人的生存 我们的社会发展 我们的这种生命意识 我们的这种生活选择 这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微小的这么一个电影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某种内在的变化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就看过那个秦扣一 没看过的呢 秦扣二 所以这个电影的起点在哪里呢 就是马正庚 他自己有两个儿子 一个马大俊 是马基爷的哥哥 那么因为生活条件太好 他们原来是富养 其实中国父母有个特点 就是他们不是为自己活的 他们奋斗一生 自己并不去完全享用自己的奋斗结果 他们是为下一代去打拼的 马大俊 第一个孩子 马成刚 就不想让孩子吃 他们自己曾经吃过的苦 所以就要给他满足 他的各种各样的物质要求 结果马大俊就变得 特别的没有什么奋斗劲 所有的难处 都有父母的钱来替他解决 所以生活就找不到方向 和物质贫困时代 这个奋斗出来的人 那么一方面呢 他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物质上不要再受苦 而同时呢 又希望给你打造这么优渥的条件 然后呢 你就沿着父母的道路 然后你在追求社会的成功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但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 自从农业社会在改革下方之后 大踏步的进入到工业化 这么一个伟大过程 其实我们的上一代人 他们那种日夜不停的辛苦 打造了我们中国的工业化 但实际上他们不太明白一点 其实他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创造是更加伟大的 就是他们养育了一代 跟自己的生命观完全不同的一代 上一代人 他是在一个物质贫困里面长大 所以脱贫是第一需要 但是呢 走出了这么一个追求温饱的安身阶段之后 他们的后代 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立命 这个困难呢 实际上比他们父母那一代的那种物质贫困还要难解决 这是什么困难呢 就是要认识自我 认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然后呢认识生命它的多元性 然后呢如何去面对孤独 面对不确定 面对我们生活里边各种各样的新的护工业时代 它里面的比如说大数据用互联网啊 信息传播啊 跨文化的形形色色的冲突啊等等 这些方面 他需要一种很大的一个精神跨越 需要一个新的一种精神的新的意识 包括思维方式啊 包括怎么建立社会感情啊 离开乡土之后跟陌生人在一起 怎么去看到互相的价值啊 怎么连接啊 还有比如说行为方式啊 怎么打造新型生活方式 然后这个新型方式里面不光是物质 那更大的是呢 一种里面的精神文化 比如说生活结构里面 有多少是投入到在学习 或者是投入到我们的一种更宽的一种人文生活等等 比如说旅行啊 阅读啊 然后艺术啊 等等这些 更比如说价值观的重造 就每个人和每个人 他对他的价值就是差异了 就说我和你不同 这是你的一个宝贵价值 但如何不同呢 你的自我怎么去实现啊 你等等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这个整个社会里面 他在流动中啊 如何形成新的游戏规则啊 等等 这个问题跟那个简单的脱贫 那是简直就是两回事 所以马大军这些人呢 他在刚刚脱离出这个农业社会父亲的一代 给他打造的生活 但是新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们不清楚 而这个问题恰好是马成刚这代人 他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的认知啊 是一元化 就是他们理解的这个生活 就是那么一个温饱时代 然后那个奋斗呢 其实很多方面呢 都是量化的增长 就是说要能够去创富 用个简单的话来说 人上人 但是这个马大军呢 这样的人呢 其实呢 他这方面没有什么做人上人的欲望 所以他就没有原始动力 那么就是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 他其实呢 他父母就没有办法让他去走更多的世界 马成刚这一代呢 就是说他自己在那一代人里很成功 但是他想把自己的成功呢 给他放到下一代 但是他不知道时代在发展 需求在变化 就是这个变化里面呢 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精神转换 所以马大军其实呢 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 对他的这种期待和要求 实际上他就有一种非常不接 就是非常非常隔绝 甚至是非常非常的抵触 所以就算马大军呢 所以就让马成刚就非常失望了 而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他大儿子 就把他定义为一个失败者 这时候就描上了小儿子了 他就要怎么办呢 想想他原来的对马大军的失败 主要是没让他受苦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要创造一个新环境了 你看二十来个人的团队 然后呢设计出各种场景 然后从去了以后 大家住的吃的什么什么的 都是特别特别的贫苦啊 我们80年的时候改革开放 他就是有一种新的条件 但是马成刚就让自己的孩子 过得最苦的生活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说好像是要给他磨练 但是呢 马成刚其实呢 他自己也很难意识到 其实他这个所谓的吃苦 实际上是个巨大的设施 因为他的那个团队就不用说了 那雇的都是各方面的专家 然后装扮成营业员啊 什么开游戏 那种什么电脑店的啦 然后什么还有 不活的奶奶等等一大堆 这种苦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紧密 然后那个苦连着苦 你看他到学校好像没钱坐车 都有跑步啊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筋骨之苦啊 就是一种物质之苦 这个马成刚认为这就是给他未来就能够带来一种坚强的意志啊 看上去好像是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是不正常啊 我们人生是有苦有乐 但是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看他布置的小环境 就把这个马基业跟社会隔绝起来了 然后给人为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迷宫一样的 所谓的赤库 出车是苦 所以这个这种布置啊 是逆历史而动的 也是逆社会发展而动的 而且投入了那么巨大的资金 实际上真是一种超限的奢侈 是一种比奢侈还奢侈 这样的一种豪华 同时也是一种虚假 也是一种扭曲 富人的逻辑啊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我有你没有 所以这里面呢 马基业说的苦 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八十年代改革范围的发展里边 其实是一种很携手的东西 每一个细节都是苦 每分每秒都苦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搞得就有一种魔道的特点 就像要在这种虚构里边去创造出一个奇迹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让这个马基业跟社会严重突击 其实有些苦 带来不了四号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产业 所有的这些我们今天先出现的等等 你可以看到有一句话 就是一九四五年以后 这个出生的科学家超过了人类 以往所有的科学校的总和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充满了创造性 充满了一种年轻的气息 所以这是时代的内核 一个人要跟着这个世界走 就是要活在这个内核里面 就面临着社会发展的各种新问题 而不是说简单的去受苦 封闭的受苦 要让时代的光啊能照在自己的前路上 而不是光是在那里闭着眼睛 在那里拼命的 人为的制造苦 在代际关系里面 我们说在急剧转换的转型社会 年轻人他要克服的苦 都是创造性的苦 要突破具有认知的苦 所以对孩子的培养 实际上是推动他 走向这个世界的问题的那种前沿 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追求的不是人和人的这种 盘比时代的那种同一性 然后人和人卷来卷去 争取优越的地位 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 条条大到通罗马 那今天这个时代 实际上是出了罗马路条条 就看见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路代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一定要明白一点 这上一代实际上是无法涉及 下一代的生活 因为你涉及之中呢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 这是超出了上一代的 这种他的认知的 你说 哎 瓦机也去忍不住 跑到那个商店里去 买了个平板电脑 但是后来故意安排 让这个平板被水浸过 然后坏掉了 所以他本来想玩玩两天再退回去 结果这下退不了了 是不是一千几百块钱呢 哎呀 这个瓦机也怎么没办法了 后来他就去捡那个矿缺水瓶子 然后去攒钱 去还给那个店老板 捡瓶子呢 其实这里边呢 就有一种东西了 我们想起法国作家 莫不桑的小说 项链 这个女人去跟闺蜜 借了一个项链 但是最后跳完 我又发现 这个项链找不到了 所以他自己决心 借钱买了一个 那个圆模圆样的 那样一个项链 然后呢 去还给了闺蜜 然后自己天天干苦工 给人洗衣服 然后用了十年时间 才把这个账还掉 这个劳动的过程中啊 使他给自己的生命 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 所以十年之后 他所有的那种虚荣的 那种向往都消失了 然后同时呢 他也温馨无愧的 站在自己的这么一个 劳动建立的生活上 所以他看到那个闺蜜 十年以后碰到 他才跟着说 当年我还给你的那个 啊那个项链 哎呀 其实我丢了 当时我给你的时候 我是借钱买的 哇 那个闺蜜一听啊 真的是心里面 特别特别的 哇 那种联系啊 他说啊 当年那个项链 其实是个假的 哦 你说这个 花了十年时间 洗衣服还项链的这个人 他说得还是诗 莫布桑写出了一个东西 表面上是诗 实际上是得 让生命不晃荡 现在这个马基他跑步 后来卖平板 后来去剪瓶子 这个过程里面呢 哎 他逐渐逐渐的 实际上 他也奠定了一些 那些身处的 一些成长 一些素质 艺术品质啊 那种诚实啊 那种劳动性啊 等等 所以也不能说 马晨刚他们给他设计这个东西 目的是什么什么 是让他将来出类拔萃 是变成社会顶流 但是呢 实际上带来的结果里面呢 其实也给这个孩子 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 他的一种生活里边的 那种兴奋点 比如说两个热爱 一个热爱跑步 另外一个 热爱捡瓶子 这两个东西其实 这个不可能是他的爸爸期待他将来要干的 我们说每个人生命中 对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都跟你的生命里边的头颅有关系 你头颅的越大 实际上你将来对这个东西的 他的那种感应 兴奋点 对他的那种感情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电影里边的 这个马成钢这一代 对子女的这个安排里边 纯粹就是一场空 倒也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呢 其实他后来写这个 马基也后来发现了 复刑这一切都是虚构 就是故意给他设置的 这样的一种骗局 然后他自己呢 用了一种非常非常让父母想不到的 调虎离山记 父母最后意外的发现 哇 自己的孩子完全是打破了 自己原来的那样一种设计和期待 然后他为什么跑步呢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自己呢 实际上第一种长跑 已经是有很习惯 而且呢 也是一个他自己要证明自己的 那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 那这样一种喜欢 而且有一处设计的很合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写的 他跑着跑着跑着 他忽然看见那些塑料瓶的时候 一下子就对了个塑料瓶 又把它吸引住了 结果他终于放弃了长跑 然后就捡了个塑料瓶 我觉得这一笔写的 这很有象征的意义 像长跑这个东西 还是他父亲当年为了锻炼他 给他形成的一个习惯 但是这个塑料瓶是不一样 马基燕他人生中自己做选择 是从这个矿泉水瓶子开始 所以他后来就开始去 往我的去找这个矿泉水瓶 他就是真正的离开了父母的 对他的规划 然后他自己通过这一步 获得了自己生命的一个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自由感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有他自己发自生命深处的 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不许一个讲矿泉水瓶 就是他将来的职业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微小的一步 实际上是个起点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最后开始启动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走自己的路 矿泉水瓶子 它的象征意义在哪里 就是孩子终于看破了这个假象 看破了这个父母给自己的设定 制造的环境里边 他这里边的一种虚幻 然后终于明白了路要自己走 而要走什么呢 突破那个一种等机关 突破做人上人 突破哪怕长坡里边 也要去竞争 优胜要跑第一名的 那样的一种目标 然后呢 矿泉水瓶 捡瓶子 看起来是低的不能再低的一个普通的事情 但是他在哪边又快乐 我们经常说回馈自然 但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 什么叫自然 光是大山光是大河 当然自然会给我们提供一种 生命的尺度 让我们不至于我们 往复所欲 野心勃勃 因为你的自然面前真是残海遗塑 或者说就是一个 就是一顺 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说 自己原来的那种生活 就是你原来在成长中 特别是在童年少年时候 你那个热爱过的东西 你在形成过程中 你走过的路 那个是你的自然 所以我们回归自然 实在是回归到我们自己 那种童心 回归到我们自己的 那种真挚的热爱里面去 然后把我们的未来 和我们的过去连起来 所以你看这个马基耶 这里边剪那个 矿军视频就是他的自然 这个电影里边呢 实际上马成刚这种父母啊 非常属于中国父母的那种 对下一代的百分之两百的突如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他们但是也带了 自己的能源社会 那种单一文化的一种局限吧 就是从活着时代 到活法时代的转换 就是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所以这个电影呢 就是他也没有说 完全去用一种丑化的方式 来写这个符 那里边的马成刚和玛丽衍的 他的妻子 都是那种苦心经营啊 对自己的孩子 哇 投入的付出的 哇 那一份深深的 那种情感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 哇 你觉得 那些深仇给他产生一种 很大的厌恶感 但是呢 这个电影并不是说 我们努力 要去改变父母一代的认知 这个很难 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 他的重心是在青年一代 也就是说人如何活得青春 人如何活得多元 如何有自己呢 一种生活选择 我还喜欢的那一点 就是长跑中 这个马成也后来去转头 去捡瓶子去了 不再跟这个跑道上 跟别人去耗 也不追求这种优胜的 所以这个电影里边呢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也包含一点悲剧因素 什么叫悲剧呢 悲剧不是说 一个善一个恶 他们之间的冲突 我们说哲学家黑格尔 他就谈过这个问题 就说这个真正的悲剧呢 是两种善之间的冲突 也就是说父母一代 觉得给孩子最大的温暖 最大的光慧 最大的呵护 然后最大的培养 那么这也是一种善 但是他那个善 是属于过去式 那么你像这个马基耶这一代呢 他也有自己的善 他几乎渴望 自己的一种生活 渴望自己的选择 而这个不计较社会高低贵贱 减矿权水瓶子 所以他这个意味着 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说传统社会 农业社会在变化 消极 我们用一句 也许不太强谈 但我觉得也挺合适 就是一经若万物生 就是那个农业社会 这么一个巨大的社会 最后逐渐的分解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星设计的新风工 新产业等等 就资予了后面的这么多新发展 那么你自己是万物中的一个 你要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生命 虽然说我们在新的时代里面 这个片子给人带来一个 很大的感触 其实年轻人该怎么生活 所以像《庄王发》这样 尽管还有很多很多 需要去进一步 去努力的一些东西 但这个方向我觉得很好 我们今天中国电影的喜剧片 怎么能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喜剧 跟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历史的 这么一种转换 有深度契合的这样的喜剧片 这需要不断地激励 需要持续的努力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是廖元 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同楼共祭 做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